大學生們聚集在一起說 念書手上的筆沒停過 奮力抄啊抄 全是為了下堂課的考試 只是像這樣的小抄 你看過嗎 整張白紙上密密麻麻 紅來黑比交錯 不只有繁雜公式 還配上圖表方便閱讀 這是一名台大學生 帶進考場的小抄 他說其中稿教授說 可以帶三張A4小抄 他抄到眼睛都快脫窗 差不多都是這樣 三到四個小時吧 就是把所有老師教過的公式 先全部抄上去這樣子 可能就多那一兩個公式 可以多個五六分甚至十分這樣 不少大學生看到這浮誇小抄 都直呼這根本就是大抄 大戰果然是台大學生 連小抄都如此精美 還因此調出一堆學霸 除了台大 政大清華等名校 都沒缺席 甚至連遠在美國 加拿大的台灣學生 都秀出自己的超級小抄 在網路上掀起討論潮 他就把字刻很小 然後刻在筆上面 然後進去的時候 要發大清刊 讓你帶一個東西進去 基本上那個考試一定越難 大學課程部分科目 老師開放帶小抄 甚至還能Open Book 但不少學生哀嚎 並沒有因此考高分 反倒是寫小抄寫出心得 我覺得很重要的事情 還是在抄下去的時候 你有沒有洗手 如果你只是抄下去 通常查找的時候也是很累 重點是對於這裡面的內容 要非常熟悉 考試的時候看到那個題目 知道他在問的是 在這個架構底下 哪一個部分 而找到我對應我需要計算的公式 很基本的東西 我不會讓他們Open Book 因為我覺得他要記得那個東西 但是比較應用的東西 就會有不同的做法 考試方式千變萬化 懂得整理出精美小抄 也是一大學問 畢竟要融會貫通抓出重點 小抄才能在關鍵時刻發揮最大效果 歡迎新聞觀音廷到品質運 太平報導